我是吴季欣 現在是 早上這個 差不多中午 11點58分 今天是10月31號 2010年 我們今天是 在這個台北市 北投 北投區 我們往那個 北投公園上來 如果我們從 台北市這個捷運 從如果是 老北投站走過來 要二三十分鐘 如果是新北投車站走過來 大概 你會走的話 大概十分鐘 就可以走到這個 北 北投這個 北投公園這邊 然後順著路 不然你順中山路也好 或者順著這個 溫泉路 不是最小不知道叫什麼路 走上來 可以看得到這個 北投的圖書館 這非常特別的圖書館 還有溫泉博館 就可以看到台北市 裡的那個溫泉 露天溫泉 那個市價格都非常低廉 大的溫泉區 然後我們現在順著 路往上爬 這是台北市大概花了 環球政府花了很多錢 在這個 北投公光區的經營 非常適合一般大眾 來 一般大眾來 如果說 你消費在台北市 車會的話 一個人大概來回 大概什麼距離 大概來回 一百塊錢左右 就可以到達這個 北投這個地方 然後你 如果是一對親女化 洗個溫泉 吃個飯 不要吃太昂貴的飯 大概五百塊之內 可以解決 那如果是一家人來 你要坐這個 坐車子來這邊 也是很容易 也是坐那個捷運 一家人來 然後大概兩大兩小的話 也是大概 我想一千塊之內 解決掉 就是說一個假期 是非常容易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比較低廉的溫泉浴室 40分鐘 100塊 雙人 40分鐘 200塊 這邊有鋁色的 還算貴 就是說你有一點 就是 只有吃的在身體部分的 那種 老式的 老式的溫泉 那是最便宜的 老式的溫泉 那是最便宜的 我以前洗過 30塊 不過已經好多年以前了 我們這邊看這邊 當然大飯店啊 像這邊 美代湯宴啊 水都溫泉館啊 這些地方就是 比較昂貴 那是 大概觀光客 或者 台灣是特別的 什麼 畢業旅行啊 這些地方 招待的地方 我們在 走走看啊 走走看 剛剛我們看到 比較便宜的地方 就是 溫泉博物館 旁邊 最近的一個距離 有個台北市立 台北市政府以前 蓋 現在交給民間去做的 一個 露天溫泉 我們再沿著 上去走一走 我已經在 北投光明路那邊 大概 快兩個 兩個月出頭了嘛 今天算是 兩個月 在北投區已經住了差不多 八十天了嘛 八十天了 我們現在 在上班 在觀光明路上班 也差不多上了快 六十幾天了 六十幾天 覺得我 好久都沒有來這邊 看一看 也是順這條路可以爬山 爬山上有一個廟 廟上面可以看到 北投的風景區嘛 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 我們剛剛走的是溫泉路嘛 然後 沿著左邊走 我們就可以發現很多 便宜的 便宜的那個 洗溫泉的地方 二十五塊三十塊 如果要買個毛巾的話 一百塊錢 一百塊錢 那一個人就解決掉 非常便宜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是 溫泉路 螢光向優雅路 這邊 看得到嗎 對 我們可以看看 東房大飯店 還有 鳳房閣溫泉館 北投文物館 古紀寺 對對對 古紀寺 我以前爬過一次 古紀寺 好多年了 北投台灣銀行 就宿舍 對 還有 對頭 不動冥王 石庫 好 這邊還有 京都溫泉行館 還有和風 和風溫泉 會館 還有淺草 溫泉館 還有亞太溫泉 生活館 對不對 藝群大飯店 隱松格旅社 還有春天酒店 一般的話 還有這個是日本人 好像日本人 一般的話 遊客 像我們 一般的遊客 都是做日日遊 好 還有做個 前衣線來北投 爬爬山 順便洗個溫泉 回去 感覺很舒服 這是 一個便宜的旅遊方式 可以欣賞山景的優美 順便也運動一下 順便也運動一下 感覺到 這條路 多年前走 跟現在走 差不多 我有看到這棟老建植物 我就記起來了 這邊的植物 差不多 我上次 以前有一次介紹過 我忘記了 這邊植物 差不多 跟台灣 新店的 山區植物 都差不多 因為這邊 算台灣北部的林象 低海拔林象 這樣是差不多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呃 大的這個 呃 大的這個 大葉 大葉這個 在台大 我們也可以看得到 啊 這個山樹啊 這個 它主要是 野生的 所以人家 會覺得很好 還有這個蕨類植物 就差不多 那我們的蕨類植物 這些植物都非常常見 我們可以看到 有可以 可觀之處嘛 這個藤蔓 可以可觀之處 就走一走 感覺到 很有度假春的味道 那左邊這個京都 湯屋 你看它 費用比較貴 720以上 這比較適合那個 中產階級的 以上的人 住套房也是一千三百九十 在北投旅社的话 非常贵 差不多都有价格 但这些小汽车有开上来 他们这边算起来比较昂贵 又是一般中下阶层的老百姓 你的收入没有那么多 就不需要说特别花那么多钱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边是优雅路的地方 一边是走荧光巷 我记得好像是要走荧光巷 可以发现到很多便宜 这个当然是台北市政府 种的那个小建栏 对 小建栏 就这边了 我们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还不好找 上次洗温泉的地方 还不太好找 非常便宜 洗温泉的地方 我记得是在这边 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 好我们就走一走 还没找到 好我们就拍到这边 这边有火风汇款 看起来 差强人意 还差强人意 好我们就拍到这里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